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在香港政府主力赞助和内地机构感密的合作之下 才可以成功面世 我们希望可以借着今天的展览会 向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内地表达借意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们仿绍与制衣业的支持 让我们可以持续为时装业界和广大市民 发展更多的创新科技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会进行合唱国歌仪式 请全体来宾起立 准备合唱国歌 在节目开始前 我们先进行合唱国歌仪式 请全体来宾起立 准备合唱国歌 请奏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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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起来起来 我们再见 逛歌歌 遗 residue mistress 绛黎夸 全体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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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国歌仪式 缘笔 请各位周座 合唱国歌仪式 完毕 请各位周座 合唱国歌仪式 首先我們有請香港房職業聯會會長陳鏗麗先生發表歡迎致詞 有請陳會長 尊敬的邱映華局長 尊敬的劉亞軍副部長 潘廷廷處長 和邵康處理處長 各位嘉賓 各位參展機構 各位一切的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 歡迎大家出席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25週年 紡織和製藝界時尚創科展覽會 今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25週年 香港達陸一個新的里程 社會一片新的氣象 7月1日習近平主席 再次清零香港和我們一起慶回歸 還有說到香港要有四個希望 其中一點是希望香港能夠 不斷地增強我們的發展的動能 藉著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是需要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的橋樑 其實香港紡織製藝界 好早就擔任著這個角色 早在70年代 紡織製藝界就是我們香港的一個主要的支柱產業 帶動了香港的經濟迅速的增長 使得我們香港當年是亞洲的四小龍之一 80年代我們響應國家的造造 回到內地去開場 投資90年代大舉進駐珠三角 參與建造珠三角成為世界工廠的奇跡 也為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專業服務工商業支援服務中心 做了重要的貢獻 經了香港紡織製藝界 也是全球的領先的地位 是香港的主要創會行業之一 也是一個策略性控制中心 統籌管理在內地 在亞洲以及全世界的尼岸生產基地 我認為傳統行業要與時並進 創科就是未來的動力 國家十四五規劃裡面明確支持 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傳統行業我們要結合創科 不但能夠幫助業界的長遠的發展 也可以使到香港的經濟結構更加的多元化 給我們年輕人有更多的出路 反正製藝界也是我們香港科創的大戶 有非常多的科研機構 包括現在在場的理工大學 香港RETA 他們每年都得到很多的國際大獎 我們業界絕對有能力能夠助力香港 成為國際的創科中心 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紡織製藝界是一個很完整的產業鏈 如果結合大灣區的優勢 科研的成果更加能夠商業化 而且現在在香港上市的紡織製藝企業 有130多家 包括很多家 在內地做得非常好的大型服裝品牌 可見到我們業界實力雄厚 一定能夠使到我們香港的科研成果 能夠我們能夠做一個促進者 應用者 推廣者 大灣區有8000萬人口 有龐大的消費力 也是我們這些新產品的一些潛在的市場 一些我們有堅實的基礎 創新的科研的技術 成熟的品牌 推廣能力 優秀的設計人才 萬事具備 完全有能力 進軍大灣區市場 便利用大灣區做個跳板 能夠擴展到全國 甚至全世界 邱局長也非常熟悉 環球跟內地的業務 上任的時候也提到 希望融合大灣區 拓展雙邊和多邊的貿易關係 發展香港的優勢 局長和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 業界也非常希望 特區政府能夠定立一個 業界長遠的發展藍圖 以及一個大灣區的工業政策 使香港和業界可以在區內 發揮所長 更好的參與國內 國際的大循環 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基 我非常有信心 在新的政府領導下 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更加緊密 更好的發揮我們香港 引進來走出去的橋樑角色 我們業界也會更好的利用創科 結合品牌的優勢 為國內國際雙循環 做一個積極的貢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多謝陳會長的支持 挺到台下就座 接著下來我們有請 製醫業訓練局主席 鄭文德先生到台上支持 有請鄭主席 謝謝 尊敬的優英華局長 尊敬的劉耀俊副部長 潘婷婷處長 何孝康處理處長 各位嘉賓 各位參見機構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年是香港特區秦立 二十五周年的大日子 二十五年來 我們在國家全面的志祺上面 成功落實了一國兩季 同時保持國際大鬥愧的角色 特區青州秦立二十五年的主題為 《砥利粉郡二十五載》 攜手在享生精情 在過去二十五年裡 香港反擊及第一屆 面臨了很多條件和機遇 我們不亡操心 不斷地追求策略 在過去的日子裡頭 香港反擊 直、第一屆 在新產品、延跨方面 得到特區政府的支持 科研機構的特迫性 研究和企業的努力 將研發、結果、成品化 在科技還有參與 不斷地奮湧前進 再產生的成果 然後取得很好的成果 香港反擊及第一屆 香港反擊及第一屆 的特區是建立參興 讓不同的參興企業 蓬勃發展 為了慶祝香港特別情境區 經歷二十五周年 我們特別舉辦了 最交十三參議 和參興的反擊職 第一屆 十三參科展覽會 我們很高興 邀請了十三家科研機構和十三企業 在這個展覽會 展示他們的 創新和參與的產品 這些科研的成就 有一些是透過申請特區政府 每一類的製作製化進行的開發研究 還有一部分新科技的產品 已經收拾了給企業商業化 使在本地和海外的市場銷售 今天的展覽 也包括由香港 與國內機構聯合發展出來的 新科技產品 展示了中港科研的合作 我想再講你再紹一個例子 就是由香港反擊與成衣發展中心 Hong Kong Return 發起並由香港理工大學 實專而反擊學院研究的 參興發揚十三產品 最後由輪至基企業站 參興的成果 相葉化 成為Nit Warm 品牌產品 現在還獲得了香港和國際評賞單位的高度評價 獲得本地和國際的參興市 奢侈大漲 這個例子能夠證明香港的史上行業 還有它的謊言之構緊密合作 能夠深深不思 不停在往前進 今天我們很高興 在南風做法的這個展覽天 裡頭檢視了香港反制制 第一階的誇原成果 還有它的參興的產品 應我們這次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請立25周年 給我們大家尊重參觀這個展覽 希望你們對我們這個行業多一點支持 謝謝大家 多謝鄭主席的支持 請到台下就座 接下來我們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應華先生到台上致辭 有請邱局長 劉亞軍部長 陳鏗利會長 陳祖行議員 鄭文德主席 各位嘉賓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很高興今天出席 紡織及製衣界時尚創科展覽會 是我上任後出席第一個由工業界舉行的活動 和各位業界的喬楚 在這個前身為仿沙廠的歷史建築參觀展覽會 一同見證 紡織及製衣業在過去大半個世紀 在香港的發展實在意義深遠 新一屆政府其中一個目標是要講好香港的故事 紡織及製衣業無疑是其中一個最好的例子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高速發展 將香港提升至全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成衣出口地 帶動經濟起飛 為我們製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令香港躍升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其實我本身也是一個受惠者 在我讀書的時候 在暑期工都是製衣業的從業縣 我有做過財床 我有做過拉布 我有做過包裝 有做過堂衣 所以製衣業是成就了很多當時的年輕人的未來 除了香港經濟結構轉型 以及供應鏈管理和物流業的高速發展 香港的紡織和成衣製品 已經由Made in Hong Kong 轉型為Made by Hong Kong 生產地遍及內地和海外其他地區 業界同時轉為走高增值的路線 由香港自己的設計 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今天仍然是全球紡織品和服裝採購書樓 這些一頁業的光輝、歷史 在我心目中是其中一個最好的香港故事 近兩年香港受到疫情打擊 國際關係緊張 歐美高通脹等環境 影響了本地經濟和貿易的表現 我們很感謝國家一直支持十四五規劃干擾 確立香港國際商貿中心的地位 並推動雙循環經濟發展格局 在內循環底下內需增加 帶動內地經濟增長 在國際循環底下 更多內地的企業利用香港走出去 均會為香港的工業家帶來更多的商機 創科是今日展覽的主題 國家十四五規劃干擾 也首次明確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雖然創科並不是商務及經濟局的工作範疇 但我知道政府在2006年活款成立的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一直協助香港紡織業及成衣業界 利用創新科技提升業界的競爭力 近年中心在紡織物循環再造和高性能紡織技術開發方面 積極進行研究並且得到不錯的成績 例如中心研發的物料在國際發明展獲得金獎 亦將舊衣物循環再造成纖維的研發成果 亦有本地的廠商在大埔創新園設立自動化環保生產線 重新在香港生產沙線 見證香港再工業化的成功落實 今次展覽展示了本地時裝業界研發的創新紡織品 時尚產品及科技當中有展品 更加是本地和內地合作研發的成果 不但證明本地的紡織及製衣業界 具備優秀人才及先進的技術 更展示業界積極配合國家重點 提出推動先進製造業的發展方針 成績令人非常興奮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進入第二個25年 邁向由自及興的關鍵時刻 新一屆的政府團隊期待與業界攜手 為香港開啟新篇章而努力 繼續發揮推動者及促成者的角色 一方面透過提供支援措施 例如工業貿易署的BUD專項基金 和創新科技署的創新及科技基金等 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和發展品牌 鼓勵技術研究和將科研轉化為商機 同時協助港商開拓內地市場 加快兩地的經貿融合 最後 我在這裡感謝香港紡織業聯會 制衣業訓練局和陳議員 在推動本地制衣業發展方面的不遺餘力 我相信在商界與政府緊密合作之下 香港一定可以持續發揮其獨特優勢 不斷增強發展動能 經濟在未來將來新的高峰 多謝各位 謝謝邱局長 多謝邱局長 多謝邱局長 現在我們有請 立法會功能界別 紡織及製衣界陳組行議員到台上致詞 有請陳議員 邱局長 黃部長 我們兩位處長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就有機會參加我們今次 紡織及製衣業界的時尚創科展覽會 亦都是慶祝我們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日子 而今天我們大家見證到的是 13間我們紡織製衣界的創新企業 能夠開展示出我們的行業創科的一個能力 我們的生氣 其實很多我們這些公司 其實是很活躍地在香港做發展 亦都跟內地的公司合作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是25A一個活動 因為這個是見證著我們過去這25年 我們的紡織製衣的創科發展 和我們內地一起成長 我們回去說回剛剛邱局長也有提到 我們紡織製衣過去其實是一個傳統工業 發展得很好 為香港作出很大的貢獻 過去這段時間一路走完之後 可能大家會覺得在香港生產的數值是偏低的 但是整體上我們港資企業在這個行業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力 我們是主導整個供應鏈 所以大家是不可以看少我們這裡很多的僑楚 他們對我們的行業有多大的一個影響 其實影響就不只是生意 也影響了創科的 就算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們今天見到的很多的展示 其實裡面上、中、下游什麼都有 我們從上游的沙線發熱的一個發展出來 我們說中游的 我們在一個開發產品上面 怎樣能夠做3D scanning 然後再立刻做下去 一件做樣板 用電腦化去做 立刻看到這件衣服的效果 到下游我們有 我記得Nitup在說 我們怎樣能夠用新的渠道 customization去做 個性化 剛剛螺絲那裡也有 所以見到其實我們是很闊的 我們那些我們的才華 我們的人手 我們的想法 全部都有在 我想我們是需要 我們行業更加能夠聚焦 集合在一起 還有我們得到 我們政府有TID也好 ITC也好 大家能夠可以攜手合作 將我們的行業更加做 大支持我們那班 後面那班我們的創業家 我們的年輕人 能夠可以發光發亮 我們國家習主席 七一講話裡面 也講到第二個希望 第二個希望裡面 有講到我們怎樣去拿國家的支持 和跟它走的方向 裡面講的是大灣區 一帶一路 和我們的十四五規劃 我們的行業有沒有做到啊 我們的行業是很主動地 回我們的內地去做生意 起廠也好 我們去發展市場也好 我們正在做 一帶一路 我們的工廠去到不去 可以去的地方 我們全部都去了 所以我們一帶一路 絕對是有支持 是不是 然後去到十四五規劃 我們的雙循環也好等等 我們全部都一直支持著 我們希望香港政府 能夠可以繼續支持我們多些 怎樣能夠發展國家的生意 跟著再去到 我們的香港要做為國際的創科中心 我們今天見到的很多例子 就是我們走的這條路 做我們的創科工作 也都希望國家也好 香港政府也好 繼續支持我們 再有講到我們的文化中心 剛剛我們也有聽到說 我們的衣服就是一個文化 我們裡面的設計就是我們的文化 怎樣講好我們的香港故事 怎樣講好我們國家中國的故事 我相信 由我們的防禍制衣介 是絕對能夠可以體現出 我們都看到我們的防禍制衣介 是能夠可以為香港 和為我們國家的十四五規劃作出貢獻 多謝大家 多謝陳議員 請到台下就座 跟著下來 我們會邀請嘉賓到台上來合照留念 我們現在有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優應華先生 香港防禍業聯會會長陳亨利先生 中聯辦經濟貿易處經濟部副部長 接貿易處負責人 劉亞軍先生 製衣業訓練局主席鄭文德先生 創新科技處處長潘婷婷女士 立法會功能界別訪織及製衣界陳祖行議員 工業貿易處處處理處長何兆康先生 香港訪織商會會長朱立夫博士 蘭峰作科聯席總監黃建之女士 香港副課人委員會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孫武先生 到台上合照 請各位嘉賓望向台下鏡頭 1 2 3 多謝大家 請各位台上嘉賓繼續留步 現在我們有請所有紡織及製衣界選委們 一起到台上合照 有請 羅正傑先生 許彼得先生 劉沛傑先生 黃守正先生 陳淑玲女士 司徒智仁先生 楊思傑先生 梁家燕先生 優韻公先生 蕭敬華先生 方淑君女士 到台上合照 非常感謝各位嘉賓 我們現在繼續留步 因為我們會進行捉酒儀式的 請大家一起舉起飲料 一同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25周年 恭祝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 繼續邁向更多的25年 和祖國一起攜手 再上新徵程 展望未來 我們期盼紡織及製衣界 可以繼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支持下 發展更多創新科技的研發項目 多謝大家 多謝台上各位來賓 請到台下就座 謝謝塔上各位來賓 請到台下就座 我們再次感激特區政府 和我們國家的支持 讓我們紡織與製衣業的生產技術和產品 可以越來越完美 今天我們的台上節目就快完結 感激各位來賓參與 我們場地後方的展覽區 將會持續到五點鐘 有不同類型的參展機構 大家可以見到中港合作項目 由政府資助研發創新的產品和機構 都有創新的研發技術 請貴賓們稍而欲步到後方的展覽區域 繼續參觀各個參展攤位 謝謝愉快 感谢观看